小米01810推进建设智能工厂建设 集团创办人雷军在微博上发文表示 小米智能工厂第二期预计明年底开始投入生产 形容是一个年产1000万高端手机的大规模智能工厂 雷军表示 央视新闻一年多前报道小米智能工厂是一个实验室级别的工厂 绝大部分设备和系统都是小米和小米投资的公司自然 位于北京市的小米智能工厂属于高度智能化的黑灯工厂 即将投产的二期工厂位于窗屏与逆装一期工厂 形成研发加耗量产的产业协同效应 全面展开智能制造报告 另外 瑞讯发表研究报告指出 面对销售量下跌 加上非经营性减少等拖累业绩 估计小米今年首季经调整顺利 Non-IFRS 只有约28亿元人民币 即按年下跌54% 随信预料小米首季业绩或意见底 下半年表现将好过上半年 为该行把小米每股盈利预测下调17% 并把小米目标价削减28% 由原先的22.5元降至16.3元 投资评级为跑赢大市 小米昨日股价先跌后升 早段跌至10.42元存定 午后高见11.28元 收报11元 升近1.7% 用资常银子 送 am 手拿 du 后 写